將龍蝦肉和香濃的龍蝦膏打成 將速成球狀再沾點太白粉下鍋油炸 龍蝦球得在油鍋中不斷滾動 才能平均受熱 接著擺盤同樣很講究 放上龍蝦頭以清明酪梨醬來做盤飾 而炸好的龍蝦球 外層再裹上白色微化紙 仿佛雪球一般 這道創立台菜 顛覆了傳統的鳳梨蝦球 食材和擺盤都大大升起 因為它是用龍蝦 它的肉質口感就很飽滿 然後配上那個鳳梨醬很酸 非常融合在一起 因為它有放龍蝦頭在這邊 會讓人家非常想拍照 另一道傳統大菜紅蝦米糕 在師傅手中也有了不同面貌 選用澎湖的餡流小卷 把紅蝦肉 蝦卵和米糕 一起填入小卷裡 再下鍋酥炸 擺盤時放上炸蓮藕 糖果甜菜根以及食用花 配色五彩繽紛 紅蝦米糕塞在小卷裡面 所以口感吃起來其實很豐富 還滿新奇的 而且很有創意 一道道創意台菜的推手 是這位型男主廚 62年次的紅芙龍 其實他小時候不愛念書 又常常打架弄事 成了大人眼中的頭痛人物 15歲國中畢業後 就被阿嬤從高雄送上台北 在華西街的知名中餐廳 當其小學徒 不了解 動作慢 師父就說那你不要做 你就站在旁邊給我看著 站在那裡看 這樣受挫 心情很不舒服 師父是真的很兇 可是回想過來 他還是為我們好 師父嚴格教導 讓當時年紀輕輕的紅芙龍 躲在角落掉眼淚 為了爭一口氣 他28歲時就當上主廚 後來還被台商挖角到大陸開設餐廳新品牌 也在這時候涉獵到其他菜系 我去上海大概兩年 當中接觸的一個上海菜是最多的 那也有接觸在地廣東人的廣東菜 就粵菜 在許多料理比賽中 紅芙龍都是常勝軍 更曾在美國紐約時代廣場 封街料理大賽 勇奪粵菜優勝獎 如今他也把蛤蜊絲瓜做了改良 精湛刀工將絲瓜取皮切成絲 再用蛤蜊湯汆燙 最後擺盤塑形 還用干貝點綴 一般我們吃絲瓜會覺得外皮可能會軟軟的 但他真的很驚豔 一吃會有點脆脆的感覺 非常清爽 紅芙龍花了30年時間 從月薪1萬7千元的學徒小弟 翻身成為五星級飯店主廚 年薪百萬元 他要繼續用獨到的料理技法 讓中菜成為華麗藝術品 冬生產業新聞 他要打邱清輝 Table的